換你們呢 動腦時間 這有兩張 有個圖 問問題 這個以後喔 在我們教完天氣預測 就是這樣子考的 畫一張圖 然後問你所有之前學過的所有東西 什麼高壓低壓啊 什麼封面啊 什麼風向啊 那封面我們還沒有教 我們後來才會學 到後面才會學 那目前就先問這個 目前學完高氣壓低氣壓 就問高氣壓低氣壓 第一個問題問 請問你誰高壓誰低壓 什麼叫高氣壓 中間比旁邊高叫高氣壓 什麼叫低氣壓 中間比旁邊低到低氣壓 所以圖上面誰是高壓誰是低壓 No.25號 25 25 來 請問你 小朋友 請問你 誰是高壓誰是低壓 假是什麼 假是高壓已是低壓 很好請坐下 謝謝你 完全寫相反 你看這上面 這邊是1000 這邊是996 越往裡面越低壓 越往裡面越低什麼壓 低氣壓 所以假叫做低壓 已叫做高壓 好啦 好啦 因為你知道誰高壓誰低壓 你就會這一集了 誰是上升氣流 誰是下沉氣流 誰是下沉氣流 蛤 因為你知道誰高壓誰低壓 你就知道誰是上升氣流 誰是下沉氣流 所以誰是下沉氣流 誰是下沉氣流 假是上升 假是上升 你是下沉 很好 好 因為 因為 高壓中心是上升氣流 高壓中心是下沉氣流 剛才有告訴過 你也告訴你要知道 要記住 然後這個上升跟下沉 就跟我下的問題有關係 請問你 誰是好天氣 誰是壞天氣 誰是好天氣 誰是壞天氣 蛤 天氣如何 誰好天誰壞天 好 Number 28 28號 誰啊 28號 來 賈哥以誰是好天氣 誰是壞天氣 以是好天氣 假是壞天氣 請坐 這是剛才告訴你 你要背的事情 高氣壓叫做晴朗 低氣壓叫做 陰雨 假是低氣壓上升氣流 一轉空氣上升時 氣壓下降體 膨脹溫度降低 容易飽和 凝結成雲 有雲會下雨 所以假是上升氣流 容易下雨 陰雨 陰雨 以呢 指高壓下降氣流 所以呢 就是晴朗的天氣 晴朗的天氣 OK 就是 灰 好 下一題 好 問你台灣的風向為何 我這題直接報答案 康宣版提供的答案是西南風 但是有點怪怪的 因為理論上 題目如果有等壓線 應該要看等壓線 如果你看等壓線的話 這個是低往中間 所以應該要垂直 北半球向右邊偏 你大概畫出來是比較偏南風而已 比較沒有偏到西南 但是有偏到南風 沒有偏到西南 那你比較有可能畫出西南風的 是從 以的高氣壓連過來 畫個圓圈圈 做切線 這樣子比較有可能做出它是西南風 可是理論上 有等壓線 應該要先看等壓線 畫圓圈圈 應該是在沒有等壓線的時候才這樣做的 所以我覺得他答案有點怪 我覺得他可能是因為 我覺得他可能是因為 他覺得這叫夏天 他覺得這叫夏天 所以直接跟你說 這是西南風 直接跟你說這叫西南風 不然從他圖上面看 你大概只能說他大概偏南風 得不到所謂西南風的答案 不過康宣版 提供給我們老師的答案就是 他這個風在吹的叫做西南風 OK 這又是我剛才講過的 以後考試會考的題目 畫一張圖 開始問你 誰是高壓 誰是低壓 誰行朗 誰英語 誰是時鐘 誰定時鐘 誰懸出 誰懸入 還有未來要學過的 這什麼封面 未來還會講一下這什麼封面 看圖要 用那個圖 考你所有以前學過的 一陀拉圖的事情 所以你要記住 所有我跟你講過的重點 要把它記住 要把它弄好 OK 請問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沒有 那 製作 說 呢 和